為土地唱歌 為尊嚴而跑公益活動 29號開始在台東鐵花藝術村正式展開 陸陸續續有很多青年會開始在這個地方做聚集 那今天的重頭戲就是 讓所有的青年會聚在一起 我們去討論未來的我們是什麼 未來的我們在這塊土地又會是什麼 然後小英政府 開始在運作 但我相信我們對這個政府是有期待的 從29號開始一連三天的活動 將透過音樂 路跑以及部落意見交流的方式 讓族人表達對土地情感與關係 針對總統蔡英文將在8月1號 向原住民道歉等議題 也成為各部落青年熱烈討論的話題 道歉的方法其實很多種 我們原住民都不知道到底什麼叫道歉 所以我們藉由這種方式 就是聯繫各部落的青年會或者是年輕人 讓他們知道有更多的年輕人在參與這個議題 撒基努大哥辦的這個活動比較有渲染力 對歧視的問題就是原住民族權利的問題 對大社會的認同比較有渲染力 因為傳統的那種街頭運動已經 似乎有遇到一些瓶頸 秉除過去走上街頭激烈表達意願的方式 族人嘗試用原住民的方法 向政府表達訴求 主辦單位除了廣邀各部落青年 一同參與之外 更歡迎非原住民一同來參加 共同為這塊土地盡份心力 記者文教授 台東市採訪報導